指出廢核關掉北部的核電廠 就少了200萬千瓦的發電量 而另一頭台電在台南狂蓋電廠 民廠立委郭國文質詢時 就標罵卓內閣 為何把電廠都蓋在台南 再把南電北宋 廢核的結果 難道是要讓台南來承擔嗎 民電廠推廢核家園 台南狂蓋電廠解決供電問題 連賴清德嫡系台南立委郭國文 都忍不住標罵卓內閣 如科中科有天然氣發電廠嗎 也沒有 清拆公共 你什麼東西都放在台南 你什麼意思啊 你沒事幹嘛全部都設在這邊 九威天然發電廠 保存天然發電廠 這幾個加起來 差不多是核能發電廠的量 院長 你廢核的結果 難道要讓台南來承擔嗎 台南九威電廠設置願 思辉富人 新達人媒電廠改組 又增設森巴發電廠 南電北宋 南部美宋 卓奎卻說超前部署 沒有看到政府改善什麼生活 我就看到政府來發電而已 我們也要全倒一命 南部的發展會越來越快 難道我們不要先做好準備 沒有 問題是 北部機有的電廠 你又不讓它繼續運轉 兩部機組就兩百萬千塊 那行政院這邊的政策不調整 堅持要非核家園 當然只好繼續南電北宋 專家點出關鍵 就是廢核帶來的苦果 發電吃進10月下旬 電價再漲12.5% 經濟部審守立法院 要2000億給台電撥補 另一位就問 立月拿錢給台電填錢坑 那之後的電價能保證動漲 到什麼時候 經濟部長國之輝這樣說 然後兩年內你還要擋架 那可能就是我告別的時候 你知道被台電下台就對了 因為你要被總統國慶文告 談到的二次能源轉型 經濟部補充鎖定發展地熱 和小水利 已經選了10個地方探勘地熱 能源轉型何能 是否會是選項之一 我們都不斷地關注這個社會的科技 新的做法 其他國家的趨勢是怎麼樣 會在這方面先準備 總統的問題 我沒有辦法回答 內政府台電能源轉型 百姓期待撲下廢核包幅 才能有效降低發電全本 確保供電穩定 記者楊潔曹天函 採訪報導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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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